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林习峰老師 我任教的學校是香港教師會離興貴中學 又我任教的是數學科 我首先會在課上跟同學說明天或下星期上他們預習的課題 而我自己事前都會先將影片錄製 然後放上Microsoft Stream的平台 之後我都會將影片入面加入一些Microsoft Forms的問題 同學看完影片是需要在Microsoft Forms作答 到第二天上學後我會跟進同學他們預習的情況 看看他們有沒有不懂的地方 我便可以接連著教學短片的內容 然後繼續我的課堂 我選用回轉教學的動機 其實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因為疫情課時不足 我覺得如果學生可以在家裡預先預習的話 其實是可以有助他們慢慢吸收 第二個動機是希望可以幫助一些學習能力比較弱的學生 因為有些學生他們上課的時候 是未必一次就聽得懂 如果他們有預先的預習先的話 其實他們學習會好些 其實反轉教學都會幫到學習比較強的學生 是引發他們的興趣 還有有時他們看完影片之後 其實他們未必只是在段影片的知識內容上 局限在那裡 而是他們往往都會再在網上搜尋更多的資料來問我 實施了反轉教學之後 其實我看到他們學習態度上面是積極了 他們其實主動會在課前遇集 除了看影片之外 也會有部份的同學 也會有部份的同學 也會看課本 或者在網上搜尋的資料 有些什麼不明白的時候 也會先問我 其實學生也跟我說 其實是很喜歡看我的影片 因為其實這段影片 除了被他們預習之外 也其實是可以讓他們考試 或測驗溫書之前 其實也都可以再看一些知識的重點 學生也都覺得 其實用了反轉教學 是令到他們學習的主動性強了 實施了反轉教學之後 因為我已經事前是拿了一些數據 其實知道學生在哪些知識方面 會有一些難點 以及哪些是比較容易掌握的 所以我可以更加容易去跟進他們的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也都如果看到一些課題 咦 原來他們是熟悉了 其實我課堂上面 變成可以落教 就可以去留些時間 去做一些更高階的活動 我覺得實行反轉教學 其實是一個最大的困難 就是有部份的同學 他們是未必很主動地做 起初他們是會臨入課室 咦 可能知道看到林老師 怕會說 那才隨便去做 那就未必真的很有充足的遇習 我看到這個情況之後 其實我第一步 都會跟學生解釋 我們反轉教學的目的 是真的想同學在家 在一個舒服和專心的環境之下 去慢慢預備 而不是風沖茫茫地做 漸漸漸 其實過了幾個月之後 同學其實都是明白到 課前遇習其實是幫到他們 在課堂上學習的效能 都會提升 同學都變得是合作 亦都會很樂意去完成我設置的任務 反轉教學先導計劃的 反轉學校支援服務 其實都有不同的方面 首先他會安排老師來觀課 以及給意見 他觀課給的意見 其實幫到的不僅是 我個人的教學方面 自己或是其他同事 其實我們都多了在 這個反轉教學交流的 我作為先導老師 其實都會跟同事 分享一些不同的經驗 繼續去完善我們的教學 Fabu Learn Account 其實提供了一個強力的口盾 是讓他們繼續去進行自學 蔡馬會反轉教學先導教學的工作方 是提供了一些 很實用的影片製作技巧 也都會有老師 是拿一些很實際的教學例子 教我們是可以怎樣 去推動這個反轉教學的 令到我覺得反轉教學 其實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理念 而是真的可以實行 也是可以推動的一個教學法 我會覺得反轉教學 我會覺得反轉教學 是為學生和老師 帶來雙贏的局面 我會體會到 其實反轉教學 首先在老師方面 其實是令到老師 可以有信心地 去幫助學生 去掌握一些知識 而學生 也是透過反轉教學 建立了對學科的信心 和良好的學習態度 所以我是極之推薦 老師使用反轉教學 aran教學 老師在説社會 開通教學 師師 是 教學